澎湖受热带性低气压影响 昨日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及强震风 一艘自用小船在峰龟洞附近海域航行 因不敌低压带外围环流引入强风猛浪拍打 渔船不幸触跤搁浅 暗巡弟兄获报立即前往救援 船上四人自行游泳上岸获救 海巡派出巡防艇赶往现场借户 海巡署金马鹏分属第七案巡队调查指出 自用小船许姓船长因船舶搁浅 自行用电话通报至暗巡队封柜东安检索 请求协助 暗巡弟兄抵达现场 船上四人自行游上岸脱困 暗巡弟兄协助民众自行上岸 人员均安 第七案巡队救援同时 也同步通报澎湖海巡队巡防艇赶往池源 发现搁浅船罚部分因海况不佳 暂时无法脱带只能在旁实施警戒 预防船只随波飘移造成往来船只危险 至于船上获救四人 则由封柜安检索进行安置 先行给予保暖 并提供热查防止失温 将进行笔录厘清事故原因 据了解这艘自用小船从马公港报关 出港到封柜海域做吊 不料低估低气压带来的强风巨浪 在封柜海域徒遭巨浪拍击 因船只盾位数较小 随巨浪推移 导致船只搁浅在近岸礁石 索性距离岸边较近 船上人员可自行游泳上岸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 陈柜预报的